第十一题 一到第十五题都简单甚至没有什么意义 十一题问说 根据历史人类利用铜器早于铁器 但在国立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古物中 往往铜器多于铁器 这可能与铜和铁的何种性质有关 我们晓得铜的活性很小 所以不容易跟氧作用 所以它能够保持原来的状态 而铁会比较容易生锈 而同时铁生锈之后的产物 它会是多孔洞的疏松的容易剥落的 所以铁器很可能就会整个锈穿会锈穿 所以它不容易保存下来 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 这可能与铜和铁的何种性质有关 我们答案选的是B活性 及表面生成物的性质